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北洋系列 北洋系列的军阀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军阀非常多 很多军阀的故事也都很有意思 但我们也不能都讲了,我们会挑一些 就挑一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比较大的军阀拿出来分享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张勋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张勋可能不能算是一个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 反而他可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形象的人物 那我们对张勋的印象一般只有一个词 就是复辟,开历史倒车 而对于张勋复辟,很多人可能就把它当成一场闹剧 复制一笑,当成笑话来看 但是呢我们知道,民国初年接连两次复辟 袁世凯复辟已经失败一次了,张勋还要复辟 就说明这个事儿他可能不只是个笑话 那后来对张勋复辟的观点呢 一般都把他的失败归接成是人心向往共和 复辟帝制是反动的行为 那反动的行为必然走向失败 但是这样的观点是先假设了人心都向往共和 真是这样的吗 在当时啊,张勋带领着五千名辩子军进北京 宣布复辟清朝的时候 北京市民一片欢腾 家家户户挂起了龙旗 那北京龙旗的市场大好都不够卖了 甚至有人用纸糊了龙旗去卖 我们知道哈,在北洋时期 老百姓是不用顾虑自己的政治行为正确还是不正确的 这些挂出龙旗的老百姓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的欢迎皇帝回来 这也不是张勋逼的 再说了,张勋就带了五千个辩子兵进北京 他想去逼,人手也不够呀 所以说,如果解释成人心都向往共和 那也不见得 至少有一批老百姓是欢迎皇帝回来的 那张勋复辟清朝通电全国的时候 有一大半省份的渡君也都把龙旗挂出来了 这说明张勋复辟 在这些地方军阀的心里面也并不反感 那张勋复辟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六年了 清朝已经倒了六年了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怀念清朝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张勋复辟 我们知道,从清朝到民国 跟历史上一般的改朝换代 它不是一个概念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最大的改变就是没有皇上了 没有皇上了 这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一个改变 这是整个中国伦理结构的变化 那中国是靠伦理治国的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就这个治国的伦理架构 已经运行了两千多年了 一下子皇上没有了 伦理的根基就没有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 就是没有王法了 王法王法 有王才有法 没有了皇上 老百姓就不知道要不要遵守法了 那这种情况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 是底层的治安变得越来越混乱了 就是我们知道 在清末新政 地方上的士身权力变大之后 地方上各方面的治理都是变好的的 但是呢在民国之后不仅没有变得更好 反而变得更乱了 过去一些非法的团体 比如说帮会 土匪 四言贩子都变得更加猖獗了 尤其是进入到军阀时代之后 军阀们在自己的地盘 他们想怎么治理就怎么治理 就是总体来说 底层社会更乱了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 他们不管是什么政治体制 他们要的是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当张勋复辟的时候 山西有一个乡绅 叫刘大鹏 当他听说张勋复辟的时候 他欣喜若狂 后来当他又听说 燕西山宣布逃逆的时候 他觉得燕西山实在荒谬 那就对于士身阶层来说 他们最希望的是看到这个社会 有一个良好的秩序 倒不一定非得是恢复清朝 他们向往的 其实就是一种良好的秩序 就是当民国做的 还不如清朝好的时候 很多人欢迎回到清朝 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心态 但决定能不能回去清朝的 并不是这些老百姓 民心民意的作用其实也不大 除非老百姓能被组织起来 否则这还是军阀说的算 就很多军阀 他也不反对复辟清朝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了皇帝 对于社会的统治者来说 就等于没有了效忠的结构 比如说作为总统 他不敢轻易的处罚各部总长 总统对于地方上那些 越来越不听话的渡君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每个省的都军呢 他们也很头疼 他们虽然自己占地为王 做了军阀 但同样他们也面临 属下不忠于他的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都军必须自己兼任 一个主力时的市长 否则他就有可能被赶走 同样一个市长 如果他不兼任下面的一个旅长 他也照样坐不稳 就每一层控制下级的手段 都是赤裸裸的武力震慑 要么呢他们就是任人为亲 让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来管理 那这样的队伍当然不好带 所以我们会看到 就在北洋时期 有很多奇葩的军阀 这些军阀里面有姓儒家的 有姓道家的 有姓喇嘛教的 还有姓基督的 就这些军阀 他们都想在宗教里面 找出能控制军队的方法 就比如说吴佩孚 吴佩孚被称为儒帅 他是姓儒家的 那当皇帝没有了的时候 那儒家讲究的是忠君嘛 没有君主了 那儒家效忠的理论 就出现问题了 他就需要出来重新解释 什么叫忠君 他说忠君只是效忠的一部分 那真重的忠 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忠于人 忠于事 忠于长官 可是呢 他这套方法 没法遏制这种不忠的现象 后来他的失败 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部下的不忠 那再比如说冯玉祥 冯玉祥当时被人称为 是基督将军 他自己信基督教 他让他的部队也都信基督教 他还拿个大水管子 给所有的士兵都洗礼 那他真的信基督教吗 也不见得 后来有一阵子 他跟俄国走得比较近 还信了一阵子共产主义呢 他也是想拿基督教 来解决忠诚的问题 那除了这些试图用宗教 来解决忠诚问题的 还有一些信进化论的 那在政治体制上 比如说君主利剑 共和体制 当然还有后来的 信各种主义的 那这里边最直接的一种做法 就是回去 回到过去 回到帝制 就回到旧的制度 忠诚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所以呢 就有了袁世凯复辟 又有了张勋复辟 那我们在说张勋复辟之前 先来聊聊张勋这个人 张勋是江西人 农民出身 没什么背景 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孤儿了 小时候生活很苦 后来参军 他参军正好赶上了中法战争 参加过著名的镇南关战役 他打仗的时候赶玩命 有骨子寒劲 通过积累战功 升到了参将 后来他进到袁世凯的大营 虽然说他不算是袁世凯的嫡系 但是由于他进来的比较早 也算是北洋的一份子了 那在袁世凯当山东巡抚的时候 派他去剿灭一鹤团 那张勋镇压一鹤团非常卖力 他又立了功 那袁世凯就保举他 升到了总兵的位置 随后呢 就赶上慈禧太后 从西安回北京 然后袁世凯就派他去护驾 张勋他有一股的憨劲 而且他这个人比较忠心 他在护驾的时候 在大学的夜里边 亲自在慈禧太后 帐篷外面上岗 被慈禧太后发现了 慈禧感动得不得了 就那年慈禧太后 他刚刚经历了庚子逃纳 背叛他的人太多了 就所有对他效忠的行为 都特别容易感动 回到北京之后呢 慈禧就让张勋负责 守卫皇城武门 还让他担任义和团的护军统领 就这种岗位 一般都是满人子弟才能担任的 此起让他来干 可见对张勋非常信任 后来张勋又被派到东北 遇到了徐世昌 徐世昌也很欣赏他 让他担任巡放营的统领 那东北的马贼特别多 张勋在东北的时候 就跟马贼斗智斗勇 立了很多功 因此呢 他被升为了提督 还赏穿皇马挂 他在东北的时候 还结识了丛梁的张作霖和冯德林 这两个人在后来也一直追随张勋 1910年的时候 张勋就奉命到了南京 统帅巡放营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 他被受为了江南提督 这已经算是武将里面的 一方面大员了 那我们再看张勋在清朝时期 他自己很吃苦 也是碰到了好机会 走得一路很顺利 那他的性格里面呢 有两点非常明显 一点是忠诚 另一个是感恩 就他的忠诚 不是表面上的忠诚 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慈禧太后对他好 他对慈禧太后也是真忠心 1908年 当慈禧太后死讯传来的时候 张勋哭得特别伤心 谁看了都感动 就这个张勋 他不光有这种朴素的感情 他带兵打仗也很有一套 他是属于旧军队出身 但是他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里面也带过 后来又统带巡方营 这个巡方营就是什么呢 是清末的新政改造军队的时候 那新军是正规的贬制 原来的怀军啊 这些旧的军队就都改造成了巡方营 巡方营在装备和待遇等方面呢 比新军可以说是差了一大截 跟新军没法比 一般的巡方营 他根本比不了新军 但是呢 有几支巡方营 他的战斗力是挺强的 比如说广西的陆永廷 东北的张作霖 这些军队本来他都是土匪 后来赵安改编成的巡方营 战斗力都挺强 那张勋呢 他是因为实战经验多 他剿匪剿的也多 练兵也是一把好手 所以他的巡方营也属于能打的 张勋最出彩的一战呢 应该算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保卫战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很多武装纷纷起义 清军里面肯反抗的 肯为了保卫清朝真玩命的是不多的 张勋就是这为数不多的里面的一个 那当时张勋在南京 他的巡方营一共就一万五千人 还分布在长江上下游各地 在南京城里的一共也不到一万人 就几千人 那这时候呢 驻扎在南京外面的新军第九镇造反了 当时的一个镇相当于一个是 第九镇有一万两千人 那在辛亥的时候呢 就别说一个镇整体都造反了 就是一个营 一般造反都能成功 因为清廷的巡方营没有几个真抵抗的 就第九镇也没把张勋到回事 直接奔着南京城就来了 当时张勋面临的是什么局面呢 就是外有强兵 内有叛乱 在南京城里面 革命党有好几百人 他们还都把监狱打开了 放出了几百个囚徒 革命党人把这些囚徒都武装起来 一起造反 就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 张勋就凭着手里边那么点兵力 居然扫平了城内的接应 又打退了城外的强敌 新军第九镇被打得溃散 第九镇的首领徐少镇都逃到镇江去了 然后接下来革命党的江镇联军 就一起来被攻南京 这个联军的阵容就很强大了 江浙的各地的军队都联合到了一起 有两万多人 他们在武器方面呢 联军也有绝对的优势 火炮啊 机枪都比守军多 那面对联军的进攻 张勋表现得很凶悍 他率领士兵死战 抓到俘虏也毫不手软 全部蒸发 联军进攻多次 损失惨重 都没攻进去 后来呢 是联军又来了支援 而且他们从上海 运来了很多攻城大炮 就南京城外的高地要塞都实现了 南京城全部都暴露在火炮的射程里面了 张勋是没法在手了 那当时南京城里的两将总督是张仁郡 张仁郡就派人求和 那在联军方面 答应了求和 所有的条款都答应 唯独不答应放张勋走 他们恨张勋恨得压痒 最后呢 张勋还是带着他的部队逃跑了 那通过这次的南京保卫战 算是让张勋打响了知名度 其实在清末民初时候的新军 也不是太有战斗力的 因为新军他虽然是按照西式的方法操练的 武器啊装备啊也都是最新的 但是晚清的十年基本没什么战事 新军一般都是操练和演习 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 他们真正的实战经验 可能还不如张勋剿匪来得多 那到后来呢 南北和谈成功 清朝皇帝退位 张勋显然很不乐意行 但是他也没上北京亲王 毕竟当了大总统的是袁世凯 袁世凯对他有恩 他是任的 那对于民国的政令呢 张勋也都能遵行 就是他不肯捡辫子 他自己不捡 也不许麾下的士兵捡 再后来直到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张勋又奉命来攻打南京 张勋特别卖力 他对革命党是最痛恨的 不过这次呢 是形势逆转 张勋这边的兵力强大 除了他自己的一万多人 还有其他的三个士 跟他一起进攻 革命党这方面呢 参加抵抗的一共就几千人 而且还群龙无首 最后张勋攻下南京 论功行赏 张勋被封为江苏都督 可是他当这个江苏都督 江苏这个地方 开化的程度比较高 张勋的部队呢 人人都留个大辫子 与这里不太融洽 外国人呢 就对这个辫子军都很反感 有一次张勋的手下士兵呢 就伤到了日本人 引起了一场很大的外交纠纷 外国人就一致反应 不想让张勋继续在这里待着了 那张勋也没办法 他就辞掉了江苏都督 那袁世凯就给了他一个 长江勋乐史的头衔 张勋就率领着部队 退到了徐州 不过张勋就凭借着这两次的战绩 在北洋的圈子里面 算是立起来了 张勋别看他是农民处臣 是个粗人 但是他居然很会赚钱 一般的军阀 在占了一块地方之后 养兵都是靠搜刮当地老百姓 那张勋占了徐州呢 他是个穷地方 单靠地方上的农业 是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的 还好呢 海州出言 对张勋算是有一些补充 张勋他自己呢 投资了很多新式产业 比如说他投资银行 投资煤矿 投资沙场 就投资的这些新式产业 让张勋赚了很多钱 而且张勋还种鸦片 在清末新政的时候 朝廷禁言的力度是很大的 不允许种鸦片 进入到民国以后 种鸦片也是不允许的 有些偏远的地区 偷偷摸摸的种 也倒是有 但是像张勋这样 在这种地方 由军阀来种鸦片的 是很少见的 那张勋他也不是 大张旗鼓的种 反正张勋他就是赚钱有道 他赚钱有门道 花钱也很大方 每次的杜军团会议 他都把各省的杜军 邀请到徐州 包揽了全部的费用 也正是因为这样 北洋的杜军们 都管张勋正盟主 那徐州的杜军团会议 在当时也就变成了一种 可以左右时局的力量 徐州的会议 一共开了四次 第一次在徐州开会 是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 冯国章把杜军们 都交在一起 上当对策 那第二次开徐州会议 是在黎元宏继任 当大总统的时候 段祺瑞暗中 让他的手下出面 召集杜军们 开了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 算是集合北洋系的力量 确立了段祺瑞 执政的主导权 第三次开徐州会议 就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是否参战问题 那段祺瑞和黎元宏的 服务之争 越来越严重 段祺瑞是想对得宣战 但是黎元宏坚决不干 段祺瑞就想利用杜军团 给黎元宏施加压力 他就又让手下 联系张勋和各省杜军 开了一次徐州会议 杜军们一开始 也不同意参战 但是呢 经过段祺瑞的协调 至少表面上都支持了 那后来呢 段祺瑞还让杜军们 都到北京 直接干涉总统和国会 不过这时候 张勋还是不同意参战的 杜军团都去北京的时候 就他没去 那杜军们在北京 组织公民团 大闹国会 被媒体曝光 被媒体曝光之后呢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段祺瑞的内阁成员 就一个一个都辞职不干了 那在这时候 林元宏居然还 签署了一道总统令 把段祺瑞给免职了 那这次呢 总统和总理的脸 算是彻底撕破了 段祺瑞 一气之下离开北京 去了天津 那段祺瑞被免职 彻底激怒了北洋系 北洋的杜军们 纷纷宣布脱离北京 要独立 那甚至呢 有的杜军 比如说尼斯冲 扬言要派兵到北京讨伐 然后这时候 林元宏就开始害怕了 他是先找到徐世昌 问徐世昌 能不能出来当总理 那徐世昌 他是北洋里面 资格最老的人物了 要是他能出面 还能调节 林元宏和北洋系的关系 但是徐世昌不干 他说你把段祺瑞 把当时这个 北洋系的老大给免职了 我当然不能出来 干这个总理 然后林元宏 又找到了王世珍 王世珍是北洋之龙嘛 那林元宏想请他出来做总理 王世珍也不肯做 林元宏看这个北洋系 是说不动了 他又去找了一个 跟北洋系有关系的人物 是李京熙 这个李京熙是谁呢 李京熙是李鸿章的侄子 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 他把李京熙尊为了 松山四有之一 把他给供了起来 用来表示尊重 那林元宏选他呢 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这个李京熙跟北洋系 还算是有点关系 可以调停 其实如果说 北洋系出自怀系 是有这么一层关系 在小战练兵的时候 小战的很多军官 都是怀系培养出来的 但是后面从新建陆军开始 北洋系其实已经另起路灶了 不过这个李京熙呢 他还挺把自己当回事 他答应出山 不过他的条件 就是要让张勋出来调停 在李京熙看来 张勋的底子是勋方营 勋方营是由怀军改编的 所以呢 他认为他跟张勋的关系更近 那如果请张勋出来调停 就相当于李元宏向杜军团妥协了 因为张勋毕竟是杜军团的盟主嘛 那这李元宏也认了 他也想趁机修复跟北洋系的关系 而且呢 用张勋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张勋是反对参战的 调停好了之后 没准张勋呢 跟他站在一边 那在李元宏折腾的这段时间呢 独军团也没闲着 他们除了纷纷到独立 在徐州又开了第四次会议 就是对于目前这个僵局怎么解决 总得有一个办法 就是大家宣布独立可以 但是要真打到北京去 去推翻这个正式的政府 也不是那么回事 就这次会议的主角呢 就是张勋了 张勋明确提出来 要复辟清朝 那现场的杜军 应该是大部分都同意了的 就根据张勋后来的说法 都军们应该是都口同同意的 但是没有什么签字的证据啊 就不过在张勋的手里 有很多跟各省都军的电报 从这些电报也能看出来 都军们的态度是同意的 就在这个时候呢 李元宏给张勋来电报了 就他邀请张勋到北京调停 李元宏给张勋的电报 说得很客气哈 但张勋对李元宏可没那么客气 张勋提出的条件 就是让李元宏解散国会 因为张勋一直都觉得 这个国会是万恶之源 他认为所有的矛盾 都是因为有国会 想让他进行调停 首先就得先解散国会 解散国会 就等于是否定了民国的基础了 李元宏其实已经预感到 有些不妙了 但是这时候 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张勋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李元宏就硬着头皮 解散了国会 那就这样 张勋登场了 张勋带着他自己的五千辫子兵 进了北京城 张勋进京之后 担当调停人 通电拳拨 要求各省已经独立的渡军 取消独立 那各省的渡军呢 也确实给张勋面子 都纷纷回店 取消独立 那已经把兵派到北边了 你自冲也同意把军队撤回去 那这样以来呢 李元宏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这时候呢 李京西呢 他的内阁人员也凑齐了 正当李元宏看起来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突然之间 张勋宣布复辟了 张勋从6月14号到北京 一直到7月1号宣布复辟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他一般跟这些拥护他的清朝的一老 商议流程 一边呢 他也跟北京的各个方面接触 去试探他们对复辟的态度 应该说哈 张勋得到的反应相当正面 北京的这些实力派 比如说王世珍啊 江超宗啊 都没反对 在6月30号晚上 张勋还在江西会馆看戏呢 戏还没完 他又带了一群人进宫了 请求宣统皇帝复辟 7月1号北京街头 就换下了五色旗 升起了黄龙旗 张勋复辟 复辟他的文人呢 是一帮清朝的遗老 就比如说沈曾直 刘廷琛这些老人 那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平时跟张勋的关系呢 也很一般 但是他名气很大 后来一提起复辟 经常说的文武而胜 五指的是张勋 文指的就是康有为 但是复辟的方案呢 用的却不是康有为的 虽然说康有为 也写了一套完整的方案 但是张勋没用 张勋用的是沈曾直的方案 那康有为的方案 他还是君主立宪制的 沈曾直的方案 几乎就完全是君主专制了 就这次的复辟 操盘的医老们 对于有一件事特别在意 他们就是要防止满人清贵干政 在他们看来 清朝之所以会灭亡 就是因为满人清贵干政 可是呢这样一来 满人的这些王公贵族们 就炸锅了 在他们看来 复辟恢复的就是满人的天下 那不让他们出山怎么行 就还好这次复辟的时间短 要是真成功了 估计这些满人清贵 和这些操盘的医老们 他们的争吵都少不了 那当时的外国公使 怎么看复辟呢 有一个记者 他就采访日本的公使 林全柱 他就问林全柱 对复辟怎么看 那林全柱就说 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 是君主立宪 还是民主共和 各有长短 但是张勋的复辟 完全用的是 以前的君主专制 这些腐朽的官僚聚集到一起 可以说是古董成列索 而且没有一样 有价值的古董 这就是日本公使的观感 但是对于沈宗直 这些遗老来说 既然民国那一套 你搞得不好 民意呢 又倾向回到大清 那么我们还是还给民众 一个圆周圆味的大清 可能更好一点 所以他们就定成了 君主专制 那关于复辟 民意怎么看呢 当时驻北京的公使 是瑞恩师 瑞恩师在回忆录里面写道 当复辟的消息窗开时 群情几栋 一片欢腾 到处飘扬着荒荣旗 全城很快呈现出 节日的景象 所以在瑞恩师看来 北京城内 还是有很多的老百姓 都拥护复辟的 当然也有抗议的 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 周树人 他为了抗议复辟 就带着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 辞职不干了 我们都知道 复辟还有一个主角 就是小皇帝溥仪 那溥仪怎么看呢 溥仪当时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 张勋请他出来复辟的时候 他也不懂什么事 他还问了一句话 说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 是不是咱们也给他优待政策呢 就是以一个12岁孩子的想法 当时他退位 人家给他优待了 现在大总统退位了 是不是也要优待一下呢 就说明溥仪当时完全是被推上皇位的 他也不懂这次复辟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又回过头来 说这时候的大总统黎元宏怎么样了呢 黎元宏对于复辟 他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 一直到最后宣布复辟了 他才知道 这时候的黎元宏 他还算有点血腥 他没有屈服 整个北京城都换上黄龙席了 只有总统府上面挂的还是五色旗 那黎元宏他非常清楚 他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 完全是因为五常起义建立共和 他一定要坚守住这个底线 后来黎元宏就躲到了日本领事馆 他下了道命令 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让他性命讨逆 而且黎元宏致电 请封国章副总统代行总统之职 就是黎元宏他从罢免段祺瑞开始 然后到找人调停 到邀请张勋到北京 再到解散国会 就一系列行 他走了一系列都是混着 就这最后一步棋 终于算做对了一件事 他把段祺瑞给官复原职了 那从张勋进京开始 段祺瑞就在准备逃逆了 段祺瑞他凑了两百多万的军费 然后又说服了李长泰 冯玉祥 曹昆 这三个军头 跟他一起出兵逃逆 军队凑齐之后 段祺瑞就打起了逃逆的大旗 那逃逆的习文呢 操比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洋洋洒洒 写的坑枪有力 主旨是捍卫共和 就这个很有意思啊 康永为和梁启超 这师徒二人 在复辟的战场上 走到了对立面 老师帮着张勋复辟 学生帮着段祺瑞逃逆 老师依然还到保皇 学生已经开始捍卫共和了 那对于北洋系的 这些都军团的都军们 本来是答应张勋支持复辟的 这时候一看段祺瑞 打起了逃逆的大旗 又都掉头支持段祺瑞逃逆了 又都打起了逃逆的旗帜 张勋他是带着5000人进了北京 北京当时的部队 大概有两三万人 有一个师 还有一个混成旅 他们本来也都是跟着张勋的 但这边段祺瑞的讨伐军一起 他们也都跟着反过来了 都跟着段祺瑞成了逃逆军了 当逃逆军兵临城下的时候 张勋最好的选择 应该是赶紧退出去 他这点人根本就不够守城的 而且来讨伐的都是北洋系的人 段祺瑞也没想真打他 就想把他赶走就得了 但是张勋他偏不走 他把兵力收缩到了天坛和荒宫一线 然后进行抵抗 张勋他也不是真想打 他就是不服气 照他的说法是 主张复辟这个事 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 民国办的不好 很多人都说要复辟清朝 你们大家都不干 我出头来干了 你们这帮渡军也都同意了 现在又是我不对来讨伐我 他说咱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寒电 我要把这些寒电都披露给媒体 让民众都看看你们这些嘴脸 就张勋他是个很较真儿的人 他不退主要是觉得委屈 还好呢 北洋系的人也不是真想打他 就在炮轰张勋宅子的最后关头 德国人开车把张勋给接走了 张勋走了之后 逃逆的士兵采用重炮攻击 把张勋的宅子给炸平了 就整个逃逆的过程 阵势性大 子弹啊炮弹啊都打了不少 但是都没往人水上打 只有榴弹伤到了几个人 逃逆的战争就这么结束了 张勋的复辟也这么结束了 这场被称为闹剧的复辟 就只坚持了12天 那张勋复辟最大的赢家 当然是段祺瑞 在逃逆成功之后 段祺瑞变成了三造共和的英雄 名正言顺的坐回了总理的位置 而且黎元宏下台 冯国章代理总统 也没人阻止段祺瑞对德权战了 段祺瑞开始了他真正的 惋惜执政的时代 那这时候就有人在想 这是不是段祺瑞的阴谋呢 因为李元宏和段祺瑞闹翻了 段祺瑞唯一能找回脸面的方法 就是有人替他把李元宏赶走 尼斯充是说要替他出头 带兵进北京讨伐黎 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 属于武装政变 就即使段祺瑞再坐回了总理的位置 他也属于名不正言不顺 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黎元宏他自己把张勋找来 张勋搞得复辟 段祺瑞又通过逃逆 再坐回总理 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段祺瑞他名正言顺的坐回了总理 就整个过程 就好像有人设计的一样 张勋忙活了几个月 最后成就了段祺瑞 不过如果说是阴谋呢 又没有任何证据 当然段祺瑞和黎元宏不一样 黎元宏是完全不知道张勋要复辟 段祺瑞是从始到终都知道的 张勋去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 他还拜访了段祺瑞 段祺瑞跟张勋谈话的时候 也确实跟他说过 说你要是复辟的话 我可是要答案你的啊 张勋听起来段祺瑞说的像玩笑话 也没当真 那段祺瑞呢 可能也没真的阻止他复辟的图谋 所以在后来开战的时候 张勋会感到很委屈 说什么他都不走 最后还是德国人把他给接走了 为什么是德国人把张勋接走了呢 就是我们说 在民国时期 中国所有的事 幕后都有列强的影子 确切的说 从清朝的庚子国难之后 列强对于中国的操纵 其实已经摆在明面上了 就中国什么大事 如果没有列强的支持 基本都干不了 中国之所以还能保持这个主权 完全是因为列强利益均衡的一个结果 那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列强在中国的这种均衡就被打破了 德国在中国的势力也被日本取代了 段祺瑞他要宣战 背后有日本人支持 张勋反对宣战 背后有德国人在支持 最后是段祺瑞赢了 也可以说是日本人赢了 张勋失败了 德国人就把张勋接走了 那日本人想要扶植段祺瑞 后来给他提供了西元借款 就这笔西元借款 使段祺瑞执政达到了巅峰 同时也把他推向了深远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下期我们继续分享北洋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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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